大家晚上好 其实我今天上午7点钟录了一个视频 谈这个中美两国的收入与开支的这个差距 然后从上午7点钟上传到晚上7点钟 还没有传过去 我也不知道YouTube的搞什么鬼 所以呢我现在补录一下 我可能是时间长了那个视频了 传一天 所以我就缩短一点讲 今天就是讲这个中美两国的收入和差距的 收入和收入和开支的差距 我从这个吃住行用 还有教育医疗 这几个方面来谈 先谈吃 我经常谈简单一点 严简易改 不想扯那么多 吃首先我们都知道美国很多胖子 就是越穷越胖 从这个越穷越胖 这个事就知道 美国吃是消费很低的 就是说你只要在美国上班 你不是一个不上班的人 只要你在美国上班 你去超市买东西 根本不用看价格 你买吃的东西 根本不用看价格 你只要买就可以了 你想吃 你就本着自己的未来吧 你的未能装多少 多少你就买多少 不管是鸡鸭鱼肉 海鲜什么的鱼 都不贵 这是吃 住 美国的房子 洛杉矶作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它的GDP相当于上海的1.5倍 它的房子 有天有地 不是鸽子龙 不是那种商品房 几单元几零几 左右 左边邻居 右边邻居 下面邻居 上面邻居 不是这样的房子 是有天有地的房子 前面有草坪 后面有后院 前院后院 还有停车场 这种房子 三四十万 这是美国的住 三四十万 在洛杉矶 你可以买得起 然后呢 你如果不在洛杉矶 你在其他的县城 小地方 十万 可以买到 甚至低于十万 也可以买到 在中国你想象一下 能不能买到 在中国的小县城 你想象一下 十万块钱 你能不能买到 一栋房子 有前院后院 有停车场 好吧 这是住 行 就是车吧 在美国 夫妻两个都上班 不管你上什么班 我就说服务员好了 服务员 营业员 搞卫生的 扫大街的 保安 仓库管理员 可以吧 在中国人看来 很低级的工作 夫妻两个都上班 一个月工资 就可以买一辆旧车 二手车 在中国我不知道 你餐馆保安 你两个夫妻两个 第一位工资 你能不能买 能不能买车 在美国可以 第一年 你就可以按揭 买一个 我刚刚讲的那个房子 就可以买 车 两三千块钱 旧车 可以买 这是车 这是吃住行 然后就是用 用的话 其实中美之间 没有什么很大差别 日用品上面都差不多 这里我就不比较了 因为它没有什么高低 因为所有的物价 打平均来讲 有些高有些低 其实打平均来讲都差不多 再来谈教育 中国的教育 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说了 它美国的教育 在美国 只要你是一个人 你不是一个动物 可以吧 不管你是哪里人 教育是免费的 不但教育是免费 学校里还会发你东西 所以在美国 有些黑人 或者是墨西哥人 他生个七个八个 十个 十几个 他怎么生呢 他找两个老婆 他不叫老婆也没关系 我就找你繁殖 生一堆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上班了 就凭这么多小孩 去学校里 以及去向政府领东西 我就可以过得很好 所以你就知道 在美国生小孩 是不要钱的 是赚钱的 教育也是赚钱的 这就是美国的教育 在中国 大家心里清楚 就不需要我讲 最后一个谈医疗 医疗 首先 没有保险的话 就是没有医保的话 在美国治病 可能会因为一个 不是很大的病 把你治的破产 美国的医疗费 是远远高于 中国的医疗费的 在中国呢 你治个病 还不至于破产 除非你是癌症 绝症啊什么的 所以在这点上 中国好一点 但是呢 如果在中国有医保 在美国有医保 那大家知道 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 医疗科技很发达 而且美国的医生 很负责任 他不会给你开一些 吃不死的药 也不会说 我头痛了 我去治疗 他给你做个心电图 他不会 所以 如果你有保险的情况下 在美国治疗 是OK的 那么我再谈一谈 没钱 我没保险 我也没钱 去这个 去这个美国治疗 和在中国治疗 会怎么样 不好意思 没钱 在中国 你没办法治疗 你进不了医院 你没钱 你挂不了号 你买不了 你付不起斩疗费 你就 你就治不了 或者说你钱不够 我治了一半 我开刀 我把肚子剖开了 开刀费 已经付了 里面的手术费 钱不够了 打麻药的费用 不够了 打个比方说 好了 我不逢了 我不逢了 就是你在中国治疗 治一半 没钱了 不好意思 那你出院吧 中国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知道 我叔叔就是这样子的 在美国 就不是这样 你先进去 先不谈钱 先救人 把你救好了 没问题了 出院了 再给你寄个账单 那么很多人说了 我治好了 再给我寄账单 万一我没钱呢 没钱 那你有卡吧 只要你卡里有钱 就会被扣掉 那别人说 那我卡里也没钱 如果你卡里也没钱 你穷的什么都没有 卡里也没钱的话 那就算了 那医院里 不会追你家里去讨债 那就算了 医院里会找政府部门 去把这个费用解决掉 你就没事了 你就回家吧 这就是美国的情况 衣食住 衣服就是日用品 不说了 其实我刚刚去逛了一些超市 就几块钱 几块钱的衣服 几块钱几块钱的衣服 我在这里没有算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 因为我去逛超市 什么那些肉 鸡肉 一大袋 就几块钱 当然了 都是美金 那别人说 我美金换成人民币 好像也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那我谈谈收入 在美国做服务员 做这个保安 什么东西的 他工资是两三千美金 那你算一下 两三千美金 对话在人民币是多少钱 在美国最 在中国什么人最穷 是不是农民最穷 李克强说 中国还有六亿人口的工资不到一千 在美国 当农民的工资都有两三千 我们再比较一下流浪汉 就是中国的乞丐和美国的乞丐的收入 中国的乞丐和美国的乞丐的生活水平 中国的乞丐说实话 只能去放垃圾吃东西了 讨东西吃了 他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 除非他在捡那个什么 矿泉水平去换钱 但在美国 你是乞丐 你是流浪汉 你每个月可以向政府 向各个机构 去申请一些食物券 或者是一些最低的一些补助金 救济金 这些东西很七七八八加利息 大约折合人民币五千多块钱 大约 我以前算过一下 所以你比较一下 中国还有六亿人口 工资不到一千 人家流浪汉可以零五千多 好了 今天就想说一下 中美两国的收入和开支的情况 比较一下 两个国家 一个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一个是宇宙第一的社会主义 就这么个情况 好吧 拜拜